春芳 你怎么来了 你能来 我不能来 你跟踪我 谁跟踪你 那点小舅舅 想帮我 没有别的办法了 那怎么办 这化展最后一天了 过了这错就没这地儿了呀 那你想出什么办法了 是想到有办法了 但是得要你来帮我 干吗 明天晚上把令熙带到这儿来 你就跟她说 凌云答应要把那幅画还给她 不是 真的假的 我跟你说这个 凌云和令熙太太的矛盾 不是两句话能解决的 我想了一晚上 又不是白想的 我才有办法把它拿下 那是你要把它怎么着 又不是你想的那样 怎么拿下 哎呀 等我消息 是 还要把人家拿下 不管你来多少次 我还是那句话 想拿走那幅画不可能 我一了之中的答案 嗯 那你还来这儿做什么呢 嗯 其实那幅画在谁那儿 根本就不重要吧 画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有意的是画中的人 你来这儿令熙并不知情吧 别装束衣服 你很了解我们的样子 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当然不知道 最了解你们自己的 当然是你们彼此 不过呢 有的时候最了解彼此的人 距离往往是最远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想啊 令熙最喜欢的是蓝色妖姬 最期待的约会 是跟你一起烛光晚餐 最想做的事情 是看着你画画 别画 可千万别说这是网络遥传 我看 这也不是空穴来风的事 你的画大多数 都是有蓝色元素和烛光元素 画片没有人 令画家 那又怎么样 那些 早得已经是过去的事 你们两个人嘴上 都在说着过去 但是心里压根就没过去 我觉得这地方挺不错的 如果摆个烛光 在那边吃一顿烛光晚餐 应该氛围也蛮好的 这儿明天还能再做一点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想要帮一帮你们两个 心口不一的人 你凭什么觉得她愿意见我 又凭什么觉得我想见她呢 就凭你的那幅画 不管是在网上 还有在画展上的人 都对那画中人议论纷纷 甚至对你潦倒的过去 都被拔得干干净净 可是你从来都没有否认 也没有阻止 我从不上网 根本不在乎他们什么时候 更何况 有争议才给我热度 你别这样 也不是这样的人 在我看来 你应该是在等令熙的表态 这样吧 明天我尽自己的权利 把令熙带过来 至于那幅画 和你们想说的话 就看你们两个怎么去聊 有些话 如果现在不说出口 未来也不一定会有机会 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我先走了 我过来就试试传达一些周芳的意思 她想帮你拿回那幅画 但是明天得去趟画廊 能说服林云放弃那幅画 不愧是苏语山看中的人 不简单呢 周芳确实是有她的能力所在啊 而且周芳的设计真的很厉害 苏语山呢 又是一个眼光独到的老板 所以他们合作之后 我觉得不管是万峰还是创片网 哪都会有很大提升的 所以如果你们要收过股份的话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宋总 你这香烟聊雨间 既举见了自己的女朋友 又不耽误收购的事情 不过有一点我倒是挺意外的 都已经这个时候了 你还能为苏语山说好话 我不是说好话 我是实话实说 万峰的潜力 我还是知道的 明晚几点 七点 你女朋友 为了帮我解决画像的事情 肯定是费了不少工夫 这次我前她一个人请 她也是帮我忙吧 但是我也看得出来 她是真心想帮你解决这个事 打开这心结 提醒一句啊 感情会让人迷失方向 所以赶紧真心当下吧 对吧 没事自己选择的不后悔 嗯 好 好的 再把这里拉一拉 往上面放一下 你那个灯再往上挂一下 对 这样好看吗 可以可以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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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不错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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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 来 来 来 这束花 来吃的 干吗 你怎么对别人的事那么伤心 你对我的事怎么摸不关心的 我怎么就摸不关心了 我这不是变着法子在关心你吗 这吃的是那盘子醋 我都了解到了啊 你这每天在家 还找沈佩佩 到处搜集林云资料 那我在家这个地位直线下降了 那我可受不了 别装了啊 我跟你说 调查林云的资料 我突然就觉得他们俩其实并不是恨着对方 林云和林希其实都是爱着对方的 因为林云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到过 她说等她有能力了 一定要带着她心爱的女孩 去吃烛光晚餐 一定要送她心爱的女孩 她最喜欢的画 但是等到她真的有能力了 那女孩就不在她身边了 那既然这样你说她那幅画 对她那么重要 你哪来的把握 能确定她会把那幅画还给林希呢 就是因为那幅画呀 她把这幅画展出在她的画展上 说明她就是想让林希看到 而且我跟她说话聊天的过程当中 能够感受得到她对林希的心意 包括对她的爱 我聪明吧 太聪明了 搞得我都不敢撒谎了 我 我 在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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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在那里面 我 她 她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早就已经不在这首或许了 林云在我心里 也已经不在了 希望以后 我们彼此不再互相打扰 各自安好 像一场温柔的舞会 感情要多迂回 才能风干温美 如果还了解 任你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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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好的话您不要了 扔了怪可惜的 怎么处理都行 您看着办吧 好吧 看来你的努力没有白费啊 是令熙啊 你看 你看我就跟你说吧 凡事都要试一试 万一成功了呢 扯发 等我彻底离开万丰以后 我就不能一直牵着你了 不能一直保护你了 你怕不怕 不怕 你虽然离开万丰了 但你不是一直在我身边吗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我们那么标识一样的对吧 不会轻易改变的是不是 谢谢你 干吗突然这么肉麻 不如拉点实际 要实际的 没问题啊 但是现在有点难啊 你说我这股份也没了 工资也没了 也没人给我开工资 每天研发个新科技光处不进的 以后的日子啊 很难啊 我要省吃兼用了 不过不会亏大你的 这样吧 我帮你家住吧 什么表情啊 不方便啊 不方便也没关系 那你搬我家了吧 我方便 不行 我要个人空间 要个人空间干吗 每天白天都是个人空间 马上的钱给我吗 但是 你可以偶尔来穿个门 我要带行李吗 我不能 我可以带行李吗 放入冰箱